大家好 老司机试车 懒静 这是一气大众出的全尺寸的SUV 车身长度已经做到了5米15 那当然了 在全尺寸这个级别 5米15也是一个入门的小弟弟的尺寸 毕竟5米2是一个标准的全尺寸的长度 但是你可得明白 5米15的长度 比我之前拍的那些6到7座的 经常给你聊的那些中大型的SUV 车长一下长了15厘米 15厘米啊朋友 能干多少事啊 能分给后备箱多少啊 能分给第三排多少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它的试车 先宏观介绍一下这个车啊 这个车呢 是懒静的380四驱的高配车型 也就是220马力的2.0T高宫的四驱车型 那这个车型再往上呢 还有一个它的大哥2.5T的6缸车型 那个车型其实是我最心心念念的 因为我认为这么大个车型 应该配2.5T的6缸 但是那个车比较贵 并不是一个走量的车型 OK 那我就来聊一下这个走量的 2.0T四驱高配车型 它到底怎么样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外观啊 毕竟车长已经坐到了5米15 如果稍微设计不好的话 就会变得特别蠢 一旦蠢的话 首先家里的女主人是不想买的 毕竟外观是女孩非常在乎的 这个懒静的外观 我认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流线 比较修长的感觉 你从侧面看过去 甚至这个修长的感觉 让这个车显得像是一个5米出头 而不像是个5米15的车呀 我觉得这个外观是没有毛病的 它的外观的细节层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几个灯的位置是比较传神的 首先它前面这种双C字型的大灯 在夜晚点亮的时候还是比较精神的 可识别性还是很高的 后面的尾灯部分 这种贯穿的尾灯 放在现在来说并不是什么超前的设计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 中间大众标示亮的尾灯 这是让我比较新鲜的一个设计 外界上还有两个比较实用的灯光设计 第一个 车身两侧是有光盘的照明 这个不仅仅是用于炫 而是上下车的时候 它确实能把两边的空间勾得更亮一点点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它的行李架的内槽的位置 是有两排LED灯的 在夜晚它的整个行李架是亮的 这是第一次见到 有点意思 所以这个车的外观 尺寸 设计 没问题 同时它的灯光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细节 轮子的方面 我们这是2.0T四驱的高配车型 所以说轮子用的尺寸是比较激进的 做到了265 45 21 这个尺寸呢 相对来说 市面上的胎都比较贵 同时这个胎臂 相对于这么大 车身来说是比较薄的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 为了避免这个胎臂比较薄 做的轮胎比较硬 所以厂商默认 在舒适的轻载模式下 胎压只建议打2.0 这是很低的一个胎压了 用低胎压来换取 整个轮子的部分比较软一点 哪怕是标准胎压 也只是建议打到2.3 这也是一个比较低的胎压 有点意思啊 我第一次见到车 标准推荐2.0这么低的胎压 这个2.0的高配车型 直接原配了隐私玻璃 这个是要表演一下的 外观就是这样吧 咱们看一下后备箱 后备箱是这个车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毕竟我们得拉着家人出去远行嘛 才是这么大个车的意义 否则我买这么大个车干嘛呀 打开之后呢 现在是整个三排全都立起来的状态 它第三排没法前后调 靠背可以稍微的调一点 但是也就大差不差如此了 首先这个近身 确实比5米级别的SUV近身要大了一点 能大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基本上5米级别的SUV啊 大一点的话 大概是在55到60左右 很少有突破60的 你看这个车的近身 往这边一量 你能发现 它的近身已经做到了62.5左右 所以这个近身比一般的5米级别的车 还是要大了不少的 那七座模式下的后备箱一些细节 这个盖板底下打开之后 是一个原装的备胎 这里面是没法放其他太多东西的 但是左边右边耳朵空间 是一个带盖板的耳朵空间 盖上的时候 整个尾箱 这边左右是贯通的纯屏 打开之后 里面还能放不少的零碎 这是要表演一下的 其他一些细节 左边右边有两个默认的挂钩 同时右边还有一个折叠的挂钩 承重还是不少的 两侧都有照明 这是要表演一下的 所以它的七座模式下的后备箱的空间 我觉得对于整车满载七人的情况下 300到500公里的一个出行的 需要行李的装载 我觉得大差不差还是够的 这是要表演一下的 还是那句话 一旦这样的七座车型 我们把第三排收起来 完全给它变成后备箱的话 那这个后备箱都是巨大的 哪怕在5米级别的车型上 这个后备箱都是已经碰不到里面 你更别说是一个5米15级别的车了 这后备箱的近身 这五个人我估计2000公里的出行的行李 都是完完全全的够放了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并不是什么值得表演的事 因为大家都这样 然后就是这个车空间变化最强的一个部分了 这个车七座车型 虽然它并不如六座车型 中间带一个通道灵活性那么高 但是七座车型有给它自己的好处 就是第二排完全可以放平 继续形成一个大通板 我给大家放一下 第二排放倒之后 跟第三排机后备箱是完全全通的一个大通板 这个大通板 我的天哪 你正常的搬家小两口租房子换一换房子 包括你出去自驾游的过程中 你完全形成一个车床在里面睡觉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任何的问题 我给大家量一下数据 看看它的近身能有多少 看能到多夸张 已经接近两米三了 这已经做到了两米二九的长度了 朋友们 我的天哪 两米二九的长度 这也太长了 装什么都够了 你两米大个子在这睡觉 都不至于顶头 所以这大通厂就像是一个小香祸一样 我的天哪 所以这就是全尺寸车 尤其是当你二三还可以放成大通板时候的 最大的一个变化跟玩法 挺不错的 OK 该看车里了 坐进车里头 我可以负责的说 这是我最近难得的特别喜欢的一个内装的风格 为什么你都能明白 因为整体来说都是白色的 白的我就喜欢 因为确实比较通透 我就特别不喜欢 我累了一天了 在一个相对比较黑的车里面 挺压抑的 尤其在贴那大黑膜 在那车里面 那种昏昏欲睡的感觉 就特别不舒服 这样的白车 其实我就特别的喜欢 所以一上来 原始的这个感觉 就会对它好感度会比较高 再看一下细节 我觉得这个车现在的设计 就是两块液晶屏 尤其是这块中间的液晶屏 稍微朝向一点点我 大众的现在很多车型 基本都变成这样了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点评的 毕竟现在玩个三四个屏幕的车 也非常的多 常规的都是这样的 大众的一些的风格 包括这边稍微有点软 这顶上也是糖素 这边是大面积的这种银色的拉丝面板 我觉得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做工跟用料 比较符合这种大众 现在这种所有用户都通吃的 这样的一个定位 然后再来看一下配置 再强调这个车是2.0D的 四驱高配的车型 车价是35万9千9 就是36万 以这个36万的价位往回来套 首先套的一个这么大的车身 所以分给配置的成本 就会相对来说低一点点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 这个车起码也给我实现了 二级的自动驾驶 主副驾驶的座椅加热通风 包括主驾驶的座椅机翼 哈曼卡顿的音响系统 包括4Motion的四驱系统 所以这个车的配置 我觉得对于36万的价格来说 属于是中规中距 再往性价比推高了一点点 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不算是顶级的一个配置的性价比 但是已经对得起这个车价了 是没问题的 第三部分人性化的体验 首先上面没有眼镜盒 作为这种长途通行概率 会比较大的大个的SUV 我觉得没有眼镜盒 是要差评的 然后就是中间这个区域 前面这个行车的小屏幕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说的 没有什么太多的花活 主要就是这一块的中间的眼睛屏 包括空调的控制区域 是我着重会比较满意的 满意两点 第一个 左边有一个硕大的后摸按键 因为你在日常的使用 这套车机的过程中 不管你在操作什么样的功能 往往大家在找主界面 这个功能回去的时候会比较难 经常是在一些边边角角的位置 画一个小房子的图标 那是回到主界面主菜单 但是现在它用了像iPhone一样的 巨大的一个Home键 我这么着一按 直接就回到主界面的菜单上 这个是让我特别爽的 不用再找了 第二就是它的空调控制 虽然也是这样触控的按键 但是是有实体反馈的 你看现在这边是23度 我如果是想减温度的话 我这边直接点这个触控的按键 它这边是要嘎巴嘎巴的音效反馈的 同时整个的温度的加减 是非常趁手的 甚至你去滑动这个东西 它也是比较跟手的做温度的加减 这个温度的加减 是我见过的最近的 用这种触控的形式里面来说 反馈最接近于物理按键的一个操作方式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你长途出行的车 肯定得储物环节比较多 才对得起这个长途出行的定位 来看一下这个车 首先它是个电子的换挡系统 所以它是个悬浮的导台 这个悬浮的导台上面 是一个硕大的无线充电板 这个无线充电板 在不割手机充电的时候 也可以割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里面还有两个Type-C的充电 所以这块是没问题的 在这个无线充电盒的左边 是整个的挡位的区域 包括什么发动机的启动 P挡 挤一个非常小巧的小挡杆 这个小挡杆 可能中间油泥大哥 稍微有点不太适应 毕竟那些大哥买这大车之后 想拿个串套在那挡杆上 这就没地套了 这么小的一个挡杆 这个悬浮的导台下面 是一个巨大的储盒 这个储盒里面又有 第二组两个Type-C的充电 所以眼瞅着 这就四个Type-C的充电 这个补能确实很充分 这大的储盒里面 我觉得基本上 什么各种票据 零七八岁的东西 都是随手往里面扔 就会非常的爽 这个储盒真的是很实用 我觉得勉强的 甚至女孩的 开车用的 换的常规的平底的 这些鞋 C在这里面 也都是放得下的 你说有多大吧 后面是两个杯件 同时这边有个 12V的点烟器 这是没问题的 好 打开之后 整个的中江扶手箱 里面的空间也非常大 但是很遗憾 这里面没有空调的出风口 没法做成一个小冰箱 这是稍微有点遗憾 在整个中控的 左边下边的区域 还有一个下拉的储盒 这个储盒一般就 各些小票据跟零碎 在同类型的储盒里面 这个算是比较大的 同时这个绒毛 是不掉毛的 这个是不错的 门板的下面 这个储物空间也非常大 我觉得甚至 两升的大可乐的宽度 都是可以放下去这里面 你说多宽啊 你看我们那方块的 康师傅也能搁在那里面 上面呢 这个门板的提车附近 也是一个深的储盒 并不是跟下贯通的 我就特别不理解 很多车为什么 非得把这扶手 跟下面贯通 这块坐成大深的储盒 多好啊 这个车就挺好的 所以懒静的前排储物 如果有眼睛盒 我就可以给100分 但是很遗憾 没有眼睛盒 只能给90分 但是整体来说 我也是挺满意的 前排最后一项 就是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 我满意度也挺高的 首先啊 它的椅垫的 乘托长度 非常非常的长 完全乘托我的腿窝里面 甚至都在顶我的腿窝了 在长途通行的过程中 如果腿老是悬浮着 这就是特别难受 这是要重度表扬的 再要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蚁型 这个蚁型 整个对我身体来说 尤其我这种175斤的身材 是非常完美的 贴合我整个的身形 尤其这两边的夹紧 是很不错的一个感觉 外加这个头枕 它也可以近身可调 我这种半螺锅 对吧 你这种情况下 是粘不着头枕的 但是我给它往前调点 你开高速的过程中 这就能粘着头枕了 我可以完全的身子 贴合在这个座椅上 这么着开高速 这就非常的舒服 好 那这个座椅 难道是这么完美的一个体感吗 不 有一个小瑕疵 这个瑕疵呢 就是大众跟奥迪跟奔驰 这几个车型 有一个小通病 就是整体来说 前排座椅的皮质 会做的比较硬 他们可能是怕 这个皮质做的比较软 这个邦 老做老做 就产生很多的质 不好看 所以可能就把这个皮质 做硬一点 但是这样硬的皮质 对于触感 稍微差了一点点 但是这个车的海绵 又做的非常的软 那这个车的海绵 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你看 看这肩膀 看 看我这么掐 非常的软 所以这个车 就是一个硬皮质 软海绵 这个组合还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很多车 都是把皮质做的特别软 特别柔 特别润 但是海绵稍微有点硬 它是跟别的车反着来的 所以我在希望这个皮质 哪怕稍微再软 那么一点点的话 整个车 它乘坐的体感 就非常的满分了 那功能层面呢 这是36万的车型 前排座椅通风加热 包括座椅机翼 是没什么毛病的 挺好的 这个椅子整体来说 我还是挺满意的 好 我们现在坐进了第二排 再感叹一下 白内饰 真的让人太心情愉悦了 现在第二排拉到了最靠后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空间啊 一拳两拳不到三拳 大概属于是两拳四指 这个腿部空间呢 对于一个5米15长度的车来说 在保证第三排 机后备箱的空间情况下 接近于三拳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了 是不错的情况 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细节 第二排的地板 大概有一个两个关节的高度 不影响第三排中间位的人 坐着放脚 再提醒一句 这个七座的车型 竟然是一个需要选装的 它标配的情况下是六座 我认为买六座就OK了 不用在价钱买七座 因为七座 除了给它放成大平板的 这一项是优势之外 剩下的都不如六座 尤其是中间这个过道 可以第三排放脚 可以去上下车方便 都不如六座的特性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细节 第二排有独立的空调温度调节 包括两个出风口 这是要表昂一下的 后排有两个USB 外加上前排的四个手机充电的USB 加上顶上行车记录 一旁边还有一个USB供电的临近的接口 这就一共有七个USB了 第三排还有两个 这是有九个USB的供电 要表昂一下 坐垫的高度 整体来说是比较高 不会是用特别低窝在那的感觉 所以我的腿就可以比较充分的伸展 这是没问题 坐垫跟前面一样 皮质比较硬 海绵比较软 稍微有一点点下陷的感觉 还是那个观点 如果能把皮质再调软一点点 就会更好了 坐垫的功能层面 后面是有一个加热的 可以选择后面通风 但是这量没选 这个靠背的功能 还可以进行角度调节 比如说我还可以再往后养 养到这个角度 基本上就已经是睡觉的角度了 还是可以的 挺舒服的 但日常这么做 就稍微角度有点倾 日常还是我现在这个角度 比较合适 储物的能力 延续了第一排储物 非常好的特点 这个门板下储盒这么宽 能装巨多的东西 同时在这个扶手上 还有一个带盖板 并且盖板是有阻尼的储物盒 这里面画着是不能谈烟灰 但是其他的一些零碎 都可以放在这里面 再往上看 这块是门的拉手 这个门拉手是坐在门框的上沿的 这个拉手也是封闭的 里面也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杂股 比如说手机之类的 都可以搁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等于有三层的储格在门板上 装不少东西 好 第二排就看到这儿 我现在把第二排座椅往前调 调到距离第一排 我的坐姿 一拳半的腿部空间 我们看一下第三排的空间 来 一拳半正好 好 我们再把这个座椅调过来 就可以进第三排了 好 上第三排 因为它中间没有锅道 只能去搬这个肩部的开关 这个肩部的开关 往前这么一拉 整个座椅会往前倾 露出一个比较宽的过道 这个过道 在我认真六到七座里面来说 这个开口算是挺大的了 我上下是没有任何的难度 看 很轻松就上来了 揽镜的第三排 真的可以给一个很高的分数 你看我现在 非常非常的像一个正经座椅 带来的坐姿跟视线 咱们首先说视线 第一个白色的内饰视线 本身上第三排的压抑度就下降了 同时我之前老说 第二排 风死过来之后 七座车型 总像一个大墓碑一样 堵在我的面前 是非常堵的 小朋友并不乐意坐 但是我现在坐在这之后 你会发现说 第二排的座椅 仅仅是到我胸的这个位置 我的视线看过去 完全是前面的白内饰跟风挡 所以这个墓碑感 带来的优弊的感觉 要比其他的六到七座车型 下降了很多 还是比较通畅的这个视觉 所以就让人能接受 坐在第三排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就是这个空间 你看啊 前面已经调到了 我距离第一排 一拳半的腿部空间 也就是说第二排人的 基本的舒适性 是有保证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的腿距离前面这个座椅 在这种常规的坐姿情况下 将近有一拳两指 哪怕这个前排座椅 再往后挪一点 有一拳的腿部空间 其实对于第三排来说 已经属于是比较奢华了 基本上常规的四米九到五米的 六到七座的车型来说的话 也就是两指 甚至只有一指 包括很多都是贴上的 全尺寸的车型 大概是在五米一五到五米二左右 基本上大家也就是三指到四指左右 你像懒静这样 七座模式家 后备箱能坐到六十二 六十三 近身的一个后备箱 在这种情况下 第三排还能坐到 一拳左右的腿部空间 真的是非常大了 空间优化大师 然后咱们得说第三个 我觉得还OK的啊 就这个座椅的高度是比较高的 不像其他的小板顿 几乎就会贴在地面上了 腿都传成这样了 它不是 这是一个基本上约等于标准座椅高度的 所以成年人坐在这儿 两个人在这儿唠着磕 哪怕是第二排座椅坐满了几个人之后 也不会觉得特别难受 这种情况下 长途通行个两三百公里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能坐人的第三排 细节层面呢 我也是比较满意 有单独的后面的出风口 不坠这边是比较热 有单独的照明系统 并且是每边俩灯头的 这边呢 有单独的一个背景 其单独的一个储核 还有单独的USB充电 右侧有单独的USB充电 外加一个长条的储核 所以这个功能跟前面来说也没差太多 外加上它的第三排 C柱D柱中间这个窗口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比一般很多的六七座车都要大 这个视觉通透度也还好 所以这个车的第三排 确实可以给一个很高分数的第三排 好 我们来看一下开着的感觉 谁都知道呢 我一直在表达我特别喜欢懒静 加上那个2.5T六缸的车型 我觉得这么大车 配个2.5T的六缸是不过分的 但是呢 2.0T毕竟是走量的一个车型 所以这次我们的长色车 拿的也是2.0T四驱版的一个车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的形式感觉 这个发动机220马力的2.0T 这属于是一个中高工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感受 首先呢 这个油门的调教啊 并不是特别灵敏的一个油门调教 我现在把驾驶模式的选项 除了动力之外 其他都调到了舒适 动力这块呢 是调到了运动的模式 所以就说现在是换挡速度最快 同时动力的油门响应 也是最灵敏的这个状态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 个人的驾车风格的设置 那在这个模式下去看的话呢 这220马力的发动机啊 它推这个车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车是比较重的 所以它的提速就会是 比较线性的一个提速 就有点像是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提速了 并不会像其他用这种 220马力的中型SUV那种的 稍微达到了这扭矩平台的转速 比如说做到了2200转 这个车呱蹿一下这种感觉 在这个车上并不会 我觉得有利有弊吧 这么大个车带着媳妇孩子 蹿那一下 对吧 大家已经并不舒服 所以这个慢慢悠悠的这个感觉 正好跟这样的车型定位是OK的 当然了 你要说我绝对追加动力的话 只要你舍得踩油 动力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车的动力匹配 我觉得拉5到6个人 拉一些行李 你在高速上120的巡航的角度 包括超个车 这个动力都是没问题的 是够用的 但是你非要让我说充沛 肯定还得是2.5T6缸 那个车的动力 搁在这个车上 才能算是一个充沛的动力 这个车用的是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很多人一听双离合 各种的闯动 或者各种的低速方面的一些bug 但是这几天 我从新疆回来之后 也持续的好几天开这个车了 高速 低速 中速 尤其是中低速的时候 频繁的起步 特意找了一下 顺翼程区里面比较堵的时候 来感受一下双离合是否闯挡 包括换挡的顿挫方面的事 我没感觉出来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跟普通的AT变速箱有什么区别 所以在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至于说长期的耐性方面的事 那我就没法说了 咱也不知道 刚开了这么短的时间 那这个变速箱呢 虽然没有什么闯挡啊 这些的低速上面的bug 它自己属于什么样的风格呢 它属于那种换挡偏慢 不是特别灵敏那种的变速箱 在正常的追加油的过程中 它还是比较柔比较润的 跟这样的一个大车身的定位 还是比较像的 并不是那种特别自我爱激动的变速箱 转向的手感方面呢 属于是不轻不重的一个手感 这是没问题 但是这车的转而半径很小 它的轮子可以打的角度非常大 它的转而半径 甚至比很多的中大型车的转而半径还要小 所以正是这个车开起来比较灵活灵敏 开起来不像是个5米15的 全尺寸SUV的感觉 前面说了 动力属于是够用的级别 转向非常好 很灵活啊 那到了减震器的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车的减震器体现方面有两点 第一个 这个体现是比较硬的 它就这个感觉并不像是这么大个的一个 特软乎乎那样的SUV 你看现在过紧盖啊 噔噔 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看噔噔 现在过紧盖啊 尤其是过这种比较高的减速带之后呢 它还会有一个稍微反复晃悠一下 我觉得这个减震器的力度稍微弱了一点点 它再加强一点就能彻底拉住这个弹簧了 现在稍微点拉不住弹簧的 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显得这个减震器并没有那么软那么润的一个感觉 这是在年轻款上需要加强的 最后呢就是噪音方面的性能啊 这个380 2.0T 220马力的发动机 它的噪音呢 在后段是相对偏大的 但是整体的噪音增幅是比较线性的 不会突然间在哪个转速噪音就增大了 所以这还是不错的 不是这车最大的一个噪音源 在风噪方面 这个车抑制的也还是不错 对于这么大个的个头来说 因为这个车比较修长 所以说它的撞风时候带来的那个风噪呜呜的感觉 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噪音还是来自于轮子 因为本身这个轮子21寸的大轮子呀 尺寸就会比较大 胎臂本身就比较薄 所以呢 这厂商也比较机灵嘛 它希望你把胎压打的少一点 这样轮胎软一点 你想啊 舒适模式它建议你打到2.0的胎压 这真的是非常低的一个胎压了 从来没见过 它就是为了让胎臂更加弹性一点 吸收一下细碎的震动 但是一般老百姓都会把这个车打到2.5左右 2.5左右的相对来说 比推荐的胎压2.0或者2.3要硬了一些 所以这个车从轮子部分传来的一些细碎的震动 包括由此产生的噪音 就会比较明显 两个轮炫的位置 嗡嗡嗡嗡的这样的一个体感 所以它最大的噪音源是来自于这两个位置 它还有大众二级的辅助驾驶的程序 我们因为今天都是城市的环路试驾 就没有份单独试了 有机会给大家再聊 同时呢 这个四驱版的车型 中间是有一套多片离合器做的全时四驱的系统 它在全时四驱的模式 通过自己来分配 稍微给后面传多少动力 由离合器片的加紧程度来决定 这也是没问题的 轻度拿它去跑长途 自驾 包括跑一些土路 一些极为轻度的脱困是OK的 这么大的车呀 我建议就买四驱的 就别买两驱了 你买两驱这么大的车又比较重 到了一些别人都没事的沙土地 别人很欢快的就跑了 你的车比较大比较重 现在那儿了也没面子 对吧 四驱给它挂上了 稍微推那一点 可能就出来了 所以还得买四驱大车 懒静这个车开完一圈之后呢 我觉得很多地方让我都一点都不惊喜 比如说2.0T的发动机什么变速箱 什么多片离合器系统做的全是四驱的系统 这些都一点都不惊讶 属于是常规的水平 哪怕是5米15的车身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体系内 我也并不惊讶 对吧 咱这个大车也建的多了去了 这些都属于是符合我认知的 但是有几个事让我觉得还是对这个车挺有好感的 第一个就是后背箱比较大 哪怕在七座模下的这个后背箱对于多人几百公里的出行 也是勉强能塞下的 这是让我觉得很意外 很多的全市村车强的后背箱也是小的一个皮 然后呢就是前排的座椅 这个前排的座椅呢 虽然皮质有点硬 但是海绵啊 蚁形啊 包括头枕的近身可调啊 我是可以完全调出一个符合我驾驶坐姿的这么一个蚁形 长途开起来 非常的舒服 这是让我感觉到比较意外的 现在座椅能调舒服了 真的太难了 第二排呢 在保证第三排跟后背箱的情况下 有接近于三拳的腿部空间 这也是让我比较意外的 我觉得对吧 取舍了 可能第二排的最大腿部空间会有取舍 但实际上也还好啊 第三排是所有的惊喜中的最大的惊喜 后背箱的情况下有保证 同时第二排拉到距离第一排一拳半的腿部空间的时候 第三排竟然有一拳到一拳两指的腿部空间 并且坐垫的高度很高 是个正顶的座椅高度 不是全在那 同时第三排的视线也比第二排明显要高 直接穿过第二排的视线看到第一排 没有那么强的UB的感觉 外加上加高了第三排座椅之后 竟然头部空间也并不压抑 这都是我做第三排的一个惊喜 所以这个车给我最大的惊喜 就是第三排 没有想到是一个真真正正能用的第三排 你开SUV的话 你想要一个很大的第三排 能真正做人的 长途做人 做成年人 不骂街的第三排的话 我觉得蓝镜是你一个重要的考虑的目标 OK 最后就是车型推荐的方面 我这个是2.0T的四驱高配的车型 卖36万的价格 它在底下还有一个价格稍微便宜一点 配置稍微低一点的运动版风格的车型 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更低 但是不带运动包围 配置比那个运动包围更高一点点的版本 总之就这三个2.0T四驱的版本 这三个版本里面 我肯定推荐那个最便宜的不带运动包围 但是配置比那个运动包围高一点的 那个版本的车型 那个版的车其实没比这个车配置差太多 既然不差那么多配置 但是价格一下便宜三四万的价格 我觉得对于30多万的车家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买那个车型就OK了 OK 这就是这次的试车 我尽量把眼镜给你讲明白了